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端年货市集开卖 人生市场购物好方便 东森强化林长防灾的能力 公所发放灭火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来看的是 县政府今年继续为经济弱势的家庭买了一份微型的保单 而县内有1800多户的低收入户都纳入保险的对象 理赔的金额最高是30万元 一份保单也避免说这些家庭顿时失去依靠 县政府和中国人受合作推动的微型保险 保险的对象是县内15岁到65岁的中低收入户或低收入户 理赔金额最高是30万 只要保险的对象因为意外而发生不幸都可以申请理赔 而且过程都是由社会处派专人全程处理 今年第二年继续来资助我们的弱势家户 这个微型保险是针对弱势家庭 不管你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15岁到65岁之间的人口 如果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危险保险来申请死亡的理赔 那么这个部分是由县政府社会处这边 依照我们列管的弱势家户名次来投保 所以只要是弱势家户里边的人口有出现了意外事故 那么社会处这边就会主动来申请理赔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受能够来资助这块 让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可以更周延 那么让弱势家庭不至于因为发生了意外事故 那么家庭陷入了困境 社会处除了非常感谢保险公司的回馈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项计划 协助经济弱势家庭建立一层保护罩 提升风险的预防能力 实现幸福宜兰的愿景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另外宜兰县工业会今年也配合春节福袋的发放 特别制证快祖湖给县内的低胸入户 还有独居老人 并在今天举行捐赠仪式 由县长夫人林树云代为接受 为了展现长者的健康和活力 社会处特别安排老人来表演热力四射的活力超 为今天的捐赠仪式来暖身 经过县政府调查 许多独居长者家中缺乏电热水平 因此特别协调宜兰县工业会 配合今年春节福袋的发放 另外再赠送快祖福给县内的独居老人 并且在今天举行捐赠仪式 由县长夫人林树云代表接受 我们工业会捐赠这个独老的活动 已经进入第四年 每一年都让我们所有的独老 感受到社会深深的温暖 大家都知道 我们独居老人平常 可能自己坐在家 他真的有说我们那三个 可能很简单 这样青菜吃一吃 我想除了感谢我们工业会 这几年以来一直在默默从事这样子的议举 也很特别感谢我们向日葵关怀协会 将这样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人 每一位长者的手上 我想这就是社会温暖的一面 今年很特别 我看到那个筷子牛 真的非常的实用 幸福 这个许来的筷子 把我们的幸福送到 各位的手上 今天我们感谢我真有幸 今天他继续来到我们小组 继续来到合作 基盘这个 这个寒冬送完关怀的独居长者 系列活动之一就是 把幸福送到家是吗 对不对把幸福送到家 幸福就有了 我们各位因为这个今年少年 知道今年不是上市平台 今年是上市平台 这次总共购买250个块主符 社会处也会协调之工 在过年之前将这些物资送到独老家中 让他们能够感受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又到了年货采买的日子了 罗东名城市场在年货市集 今天上午正式开卖 春节因应花卉 还有糖果饼干 南北货应有尽有 就加上新鲜的食材 相信走一趟名城市场 就能够买足所有的年货 在地方人士的共同见证下 罗东名城市场年货市集 今天上午正式开卖 现场不仅安排了试吃活动 也有精彩的表演可看 气氛时相当热闹 欢迎来到罗东年货市集 耶 1月6号开始到元月27号 都已经有22天 每一天都流过滚滚 每一天年货大街都是非常新鲜 所以我们吃到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新鲜的鸡鸭肉餐 所以今天很高兴 也感谢我们的代表会 专业支持 罗东镇长林斯妙表示 采买春节年货 民生市场应景花卉 糖果糕饼 以及南北货应有尽有 市场内还有新鲜的鸡鸭鱼肉 消费环境舒适又方便 我们的民生市场应该有一个市场 所以公司来行销 让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代表人生的好朋友 伊朗观的好朋友 大家都来到民生市场 台湾市场 可以来买到我们的年货 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年货非常的重苦 我们有鸡鸭鱼肉 还有我们的糕饼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丹瓜鸭 阿胸 所有的所有的食品 都可以在民生市场 台湾市场 买到最好的年货 罗东民生市场的年货大街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1月27号 为期22天 今天抢先开罗 带动年节气氛 也带来了消费人潮 而这么多包罗外向的年货 等着大家来采买 伊朗新闻记者刘耀生 采访报道 而在春节期间 国军弟兄依旧要坚守岗位 保家卫国 让乡亲能够安心过新年 而为了感谢这些国军的辛劳 双政各界 今天也分别前往辖内营区 来办理春节老军的活动 并且制证虾菜金 春节期间 当大家都在享受 全家团圆的日子时 国军弟兄却无法与家人团聚 依旧要坚守岗位 束手海江 让乡亲能够安心的过新年 说政各界为了感谢 国军弟兄的辛劳 今天分别前往 武老坑营区 海军中正基地等营区 来进行春节绕军 并且制证加菜金 表达地方 对国军保国护民 以及协助救灾的辛劳 非常感谢战长 在这一年多来 对我们国军的支持 与爱护 那未来 相信 我们会 持续不断的 在各种的 在抗救方面也好 或是我们的护兑训练也好 那这些方面都需要战长 再多多帮忙 再多多支持 所以中国说 有感于 我们这些 国军官兵们 为了保国护旨 你在春节期间 你没办法 即使回乡 跟你的家人团聚 另外 我们也有感 也特别感谢 每当台风蓝领的时候 造成地方 任何灾害的时候 我们国军弟兄 都会即使投入 我们这个救灾工作 让我们的复言工作 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苏拉各界 藉由春节绕军 将民进军 君爱民的精神 付诸行动 让国军弟兄 在寒冬当中 感受社会各界的关爱 并且提前和他们 来分享 家节的喜气氛围 宜蘭新闻记者 石市民 采访报导 在火灾发生时的第一时间 你会灭火吗 东山相公所 特别购置了 493支灭火器 发放给各林长 还有村长 以强化林长 防灾的功能 降低村民生命 灾产的损失 村长林长是政府部门 最贴近民众的组织单位 为了加强防火宣导 及时协助民众 扑灭火苗 并且抑制火灾的发生 东山相公所 特别为村林长 来购买灭火器 供村林长来使用 以因应临时紧急状况 灭火使用 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在策策林长 传林长的灭火器 今年已经过来完成了 可以说这支灭火器 白火不用 如果禁止的时候 可以 村民头部都来把这些林长 造这支灭火器 相对第一时间 可以减少很多灾害发生 校长也表示 这些公用的灭火器 要放置在明显的地方 以利村民紧急拿来使用 在第一时间有效灭火 而后续也将办理 防火课程 以及演练 灭火器一定要放在明显的地方 比较明显的地方 我今年我也安排一些库庭 来尬这些林长的 如何修用 如果这样有 对着我们 出品头部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来营用 营用上场 东山乡公所所辖 共有24位的村长 469位林长 这支公所 共添购了493支灭火器 以保障乡民生命财产安全 东山乡公所所辖 共有24位的村长 站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另外这宜蘭县新爱家协会 日前正式成立了 由立委、陈欧珀还有她的夫人 许慧玉来发起 希望来协助新住民姐妹 能够尽快地融入台湾的生活 并且保障新住民的权益 让新住民、新力量 为台湾注入多元文化还有活力 在众人的见证下 宜蘭县新爱家协会 在元旦正式成立 由立委成破跟夫人 徐慧玉来发起 希望可以协助新住民的姐妹 尽快融入台湾社会 便也保障新住民的权益 包括平等的社会福利 学历承认跟母语学习 姐妹们人生低不熟 嫁到宜蘭来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 保障新住民姐妹 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 第二点我们也希望 能够建议政府能够放宽来承认 新住民姐妹们 在协力方面的承认 第三点我们政府呢 即将在107年要推动 新住民朋友的母语的教育 我很支持我太太徐慧玉 号召大家一起来成立 宜蘭县新爱家协会 2017年新住民新力量 大家为新幸福一起努力打拼 宜蘭县新爱家协会的首任会长 是由立委成破夫人徐慧玉来担任 目前已经有上百位新住民姐妹加入 以越南跟印尼为最大宗 她们在成立大会上 以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而徐慧玉表示 协会除了一般的联谊以外 未来还会开办奖学金补助 让新住民的子女可以受惠 我是希望透过这个协会的平台 让我们的这些姐妹们 有一个在她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可以有资源及协助来帮助 这些姐妹 有越南 有印尼 有缅甸 那有日本等等这样的国家 我们的姐妹她们家庭里面的子女 都是为了我们台湾的主流 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子 那我想要来协助她们 那我要成立奖学金 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来鼓励我们这些孩子来多读书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 我们的新住民的家庭 那我想要成立一个 急难救助的这样子的急难救助金 来协助这样的家庭 让她们过更好的生活 来台湾很多年了 但是没有机会可以随时很多东西 这是有法律委员的夫人帮助我 可以认识很多姐妹们 参加这个活动 我很喜欢可以学习很多台湾的东西 然后认识很多的朋友 新住民离乡背景来到台湾 必须要克服语言跟文化的障碍 还要融入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宜兰县新爱家协会 期待可以成为新住民的坚强后盾 保障他们的权益 让新住民新力量 为台湾注入更多的多元文化 宜兰新闻记者刘样真采访报导 另外 宗为私职会在岁末寒冬之境 特别募集了许多的生活物资 做成了福袋 要送给乡内六所国小一百多位的弱势学童 期盼小朋友们能够用功向学 同写灌输感恩回报的观念 未来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庄维私职会的惠兄 大家分工合作 将募集来的生活用品 还有小朋友最爱的零食 一一包成喜气的福袋 准备分送给庄维乡 六所国小的一百位弱势学童 往年我都是直接发放红包 给清寒家庭 或是需要帮助的人 今年我是特别用福袋 买一些物资 来发放给弱势家庭 其实我们这个会订 就从前一年 对社会的福袋 不是做这一行而已 他已经做很多 已经十几行的小伙伴 所以说对这个热市的团体 他很重视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很支持他 受政单位之一的 谷亭国小表示 壮维私职会 对社会公益奉献良多 像这次活动 除了对学生家庭有实际帮助 同时又有教育的意义 有别的热花 别彩 有别的小人 我们都彩跳 有黄的运气 我们都彩跳 中文私职会 在中文地区 是一个很重要的社团 中文私职会 对于我们学生的一个关注 在各种方面 包括一个绘画的比赛 或体育活动 那特别是极难救助的部分 特别的重视 那我们很感谢中文私职会 在寒冬送暖活动会 关注到我们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能够协助我们小朋友 一个健康成长 在这边 特别感谢中文私职会的协助 在小朋友当受到帮助的时候 他会点滴在心头 能够植入 他以后会奠定 也对这个社会改变 会发出 他一份真诚的心 来帮助我们的社会 私职会也期免 藉由抛分预誉 唤起更多团体民众 来做爱心公益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 近来有民众在反映部分的公车站牌 尤其是新设立的 因为边角过于锋利 有的是高度过低 容易伤及路人 而对此先议员黄定河就表示说 道路的主管单位应该多加注意 避免发生受伤的意外 位在道路两旁的公车站牌 当初设计可能为了让乘车民众 看清楚上面的各项交通资讯 因此高度降低 而且新站牌的边角过于锋利 外游人不注意 就会发生差状意外 严重会受伤 所以先议员黄定河希望县府 应该更用心 全面检测站牌的高度跟边角 这样对吧 可以去走 这个小子 没有状态 现在闭到处 闭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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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南关的站牌 很多 但是大家去注意到 潜藏危机 很多人头都去闭到 头破血流有很危险 譬如说 这个站牌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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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处 会刺痛 它的高度不是很高 你们如果人走过 无主意 头就去踏到 踏到 踏到的时候 直接剃下去 像电梯上 撞下去 头破血流 所以说 宜南关所有的站牌 一定要全部盘点 来它整 来它维修得好 那些地方 等贏一国 音乐 音乐 你踏到就会贏 但是 至少不像电梯上 擦一直 所以说 我也拜托 这个港政府 公共运输科 这方面 要主意这方面 改善不困难 要用心这样而已 把高度提高一点 人家不去浪中 他的编的地方 让他圆润一下 这样就都改善了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年关将近诈骗案件 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宜蘭县检分局 在昨天破获一起 假检警正诈财的案件 又说是要凍解你的账户 所以在南巧路 成功的骗取王姓被害人 23万元 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跟肩 在台北抓到了 这五名未成年扫免 这五名都是曾经是同班同学 为了工作轻松 所以就相约来加入车手 完全无惧于法律的制裁 深感遗憾 铁票案件成出不穷 乡亲一定要多加求证 以免受骗了 接着要请大家来帮帮忙 来携寻一位阿嬷 这今年八十岁 家住在五节养鸦中心附近的 林阿嬷 昨天凌晨三点多 在住家附近监视器 拍到最后的身影 至今还没有回家 当时她身穿黑色的外套 手上有一个玉琢子 走路有一些不方便 还有纵听 家属现在心急如焚 请大家来帮忙携寻 接着是今天的客语交流到时间 一起来学客家话 太家伙伴来帮忙携寻一位阿嬷 从天一枚穿过来 走着两个四季菜 送三门免粮偏快 两个团出一台队 也会跟我们在阪天 也会跟我们随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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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传我们随众见 感觉我们随众见 明镜我们随众见 从天一枚穿过来 走着两个四季菜 送三门免粮偏快 两个团出一台队 也会跟我们随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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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传我们随众见 感觉我们随众见 明镜我们随众见 愿意敬哦 新闻你随众见 希望最后一起来关心明天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然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情况 降雨几率是20% 气温是21度到25度之间 接着来关心雨漏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夏如 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顺心 也驾取愉快 我们明天头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